您不用带我,带就可以 好,谢谢 要好 不许开场 当然了 两点一分 一台课加分 中国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岳忠 这一段跟大家请来一个补习班英文老师 你以为我们要跟你讲英文教学吗 开场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今天他是来帮我介绍他的著作 你想说那一定教我 你是怎么要练好英文 又错了 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我真的必须说 看完这本书 我真的是感触非常非常的深 刚刚我们跟我们的来宾 我们先把来宾介绍出来 我们的资深高中英文武教名师 我们的杨阳老师 杨阳老师你好 月中老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杨老师 是 我们必须讲我们刚刚真的还没开场之前 我们刚才两天聊到我差点都忘记要开场了 因为真的看完这本书我真的是 于我心有七七焉 因为除了它里面所遇到的环境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在学校任教教了二十几年 但是我刚刚前面也讲过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我也在补习班教过一年多的书 差一点也要变成全职的补习班老师 但是真的是不太喜欢那种补习班的环境 所以还是毅然决然的say no 要不然我可能现在也搞不好也是摸补习班名师 大家开玩笑了 另外一个让我感触深的是整个杨阳老师 他过去的经历跟我很像 我们也是从理工科的逃兵 本来是念理工科的 可是真的当年以我个人来说 我也不喜欢 我不是说不喜欢 而是我们没有能力 因为我的物理很烂 可是我们却填了工学 我当年进大学的时候 我念的是电子工程 可是大家知道我是数学系毕业的 其实就是因为混不下去 所以转到数学系 因为数学还不错 所以我念了数学系 其实我当时就要转商科 可是我们那个年代 要转系转学 那个可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只好乖乖的念完大学 然后考研究所才转到商学院 好废话不多说了 我们先请我们的杨阳老师说明一下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我刚刚说跟我一样 你大学念资讯科学 研究所还念产经 结果现在教的是补习班的英文 这也是很奇怪的转折 其实我一直到 最近一直在接受访谈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这个 这个曲折对大家而言是个特殊的事情 像我在我的心里 我会觉得人生就是不断的摸索啊 可是现在的大环境好像是说 小孩子他高中一定要念什么科系 然后念什么理主文主 念完以后就一定是什么科系 出来一定要进什么公司 可是这个放在我自己的生命历程 或是我观察身边的大人 或是身边很优秀的专业工作者 他们其实蛮多人是有这样的摸索 所以犯罪现在的说法就是斜杠 可是斜杠的意思是 我现在还是继续做这件事情 我只是跨到另外一个领域嘛 这是我们所谓的斜杠 但是我们现在显然不是 我们是根本就是大转弯的嘛 其实我个人也是 我们都是一个大转弯的 对我觉得当时应该是 比如说我在念资讯系的时候 我是靠写程式毕业的 我们当年是单二一制 只要一个二一就会退学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是 很认真地做我的project 然后很认真地写作业 所以比我好多了 我是念到念不下去 然后被迫要离开 可是我就会去听很多 因为我知道这个东西 我没有兴趣 我就去听了商学业的课 什么 我连那个 我记得那时候连形式诉讼法的课 我好像都有去扛听 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在探索自己的未来 对可是现在的小孩 好像没有这样的探索 对然后研究所的时候 我就去念了后来的产业 可能有很多也不是探索 而是被家长给say no了 对有时候 他想做的家长不准 对或者是 因为你的书也有提到很多这种问题 对很多其实有时候 比如说小孩子想要念念文科 他可能就会被家长句号说 你长大赚不到钱 是 哦我的学生来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们只能够听他诉苦 因为这种这种生涯选择 我们不叫老师 不太能够给人家 A或B这种答案 是是 因为他一旦选了 他以后不好 这个我们责任担当不起 责任很大 我会跟他解释说 你要记得你的人生要去摸索 那你去摸索的过程中 你会遇到什么事情 我会分享我的故事给他 所以我才在书里面写了这个东西 我希望在看到我的书的同学 或是家长 可以去思考一下 一个人的路 他是摸索出来的 他不是说 我考上台大资工 然后我就真的有办法 稳稳的一直做资工相关科系 做到毕业 做到老 做到退休 因为有的人没办法 是 附带一提 其实如果真的要说 我当年我最想念的科系 其实是中文系 大家可能不敢相信 真的 对 因为我大学联考分数最高 就是国文 卡了八十几分 但是我很清楚 我很怕念的中文系会二四 所以我有自知之明 我们只敢想 而且当年度也不能说 我念自然主要跨社会主的科系 是不能这样提醒 可是现在的小朋友跟教养环境 大家都不太能够理解这样的摸索 是 这个是有点可惜 对 所以真的 我们必须讲一下 我们差点忘了讲 这很重要的书名 我们杨阳老师这本书叫做 要让孩子赢过谁 这本书真的 就我们刚刚在前面介绍的时候 有跟大家讲 你如果家里有小孩 要正要参加联考 或是未来将参加联考的 你真的要好好拿这本书来看 而且这是第一次 我另一本书从头到尾都没有做笔记 因为以前报回访问过的人 一看都觉得 哇不愧是学校教书的 整本书画的满满的 我这本书为什么完全没有 我常常跟我们家小孩子 因为他们喜欢用荧光笔各种设备 我就说 你全部画满满的 不就是要告诉你 你整本都是重点 那你为什么还要画重点 全部都是重点 没有错 这本书就在告诉你 它全部都是重点 我不需要再多做什么副记 因为真的对我来说 真的是 近年来让我真的是感触最深的 甚至有些章节看的 让我都有点想哭 我不得不讲 因为我们自己过去的经历 教书教了这么多年 真的很多例子 都是杨阳老师所经历过 可是我不禁要问 补习班老师不会让人家联想说 你怎么会再做辅导 尤其是心理辅导 就业辅导 各方面的辅导 这不是应该学校老师 更该做的事情吗 结果 大家觉得 我到补习班不就是为了课业 那为什么你反而 比较让我们觉得 好像是学校的辅导师 该做的事情 其实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有一个初衷是 希望家长们可以稍微模拟一下 或模仿一下我的心态 我的肩膀上随时都是扛着 数百个学生的考试压力在 是 没错 那为什么最后会变这样 是因为 如果你读书的内容 你会发现 那个是因为 我处理他的分数 处理到过不去了 我必须停下来 去看他到底怎么了 回到原因 对 因为他有的 我举个例 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长期不想念书啊 然后有一天 我在那个书里面写的辅导桌旁 在辅导他的时候 那个学生就跟我讲 老师像我这种小孩 到底有没有长大 我想说 这是什么句子 我不懂 他说 你们那个补习班广告 新闻 或是老师口中 都是讲谁考上顶大 谁考上什么学校 是 没错 我就是从小就是念不起来 我们这种人长大去哪里 其实你会发现 他无法拿起书本 不见得是他不爱念书 或爱玩或是疲 是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 你们这样的学习现况的人的路 该怎么走 是 对 这个是我 我很感触 我就把它写进去 对 其实像我们教书二十几年 我们真的看过这么多学生 真的二十几年 我们教过学生 不夸张上万个一定有 但是我就我觉得 真的 你完全很努力 很拼命念 你都还念不好的学生 是极少数 大部分其实成绩不好 事出有因 可是就如刚刚杨阳老师说 你有没有先探究 这个学生为什么成绩不好 他为什么书念不下去 很多时候家长 真的就如这本书里面 告诉我们的 很多时候家长只看成绩 他没有去了解 小孩子到底遇到了什么困境 他为什么成绩不好 像以我们自己来说 我不知道杨阳老师有没有小孩 像我们家有小孩 经理又准备要考会考了 好那所以我们也是 其实我算是比较开明的 虽然我跟我太太我们都是高学历 但是我从小跟我们小孩子困书 你想念 我就供你念 你若不想 你就学一技之长 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念什么什么科系 我爸就是这样教我的 对 我从来没有考试压力 是 所以我觉得这样是很OK 反而是我跟他说 如果你真的成绩不好 你去念职校也不错 我现在就在这个科技大学 我们就是技职体系 我们很清楚这个情况 我觉得你也OK 是我们自己小孩子觉得说 念职校好像很丢脸 这个是大环境的一个很奇特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在网路上有时候会讨论一些教学面 跟升学面的问题 然后他常常会有网路上一个很大的声音说 我们的技职体系很不好 然后同时又叫某一类学生 你就去念技职体系 是 那这些声音传达到 被贴标签 我的博山生的生的脑子里面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说 我去念技职是因为我成绩差的选择 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 我们我们在传达这些声音给小孩的时候 常常加了很多自己没有注意到的价值观进去 那小孩吃久了就失去学习动力 是 就是这个样子 确实哦 我们这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真的是百感交集 不过时间关系 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回来再继续聊 好继续回到节目 I like radio 中文流行的理财生活通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岳忠 我们这一段我们有开直播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直播看一下我们洋洋老师是长的是什么样子 尤其可能大家很多人都听过他他的这个大名了好也可能看他看过他的一些社群网站一些文章好但是今天本人就在现场跟我们介绍他所写的这本书要让孩子赢过谁好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深刻的提到现在小孩子所面临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真的不要以为都是小孩子责任很大一部分其实家长也要负担相当大的比例好好� 例如说手机这件事情啊我想家里有小孩子的你要怎么去禁止使用手机 这真的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像我们在学校上课也是一样啊三年五升告诉你上课不能用手机可是学生就是会想尽办法偷用 甚至他就光明正大的用他就一副就是你的拿我怎么样嗯好我想在洋洋老师的这书里面也特别提到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都有手机成瘾的问题哦好所以洋洋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手机瘾对所有的教学者目前都是很难对付的问题那上我们高中生其实你的强力禁止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效果对那他们的上瘾的问题其实家长如果面对自己小孩有上瘾问题 其实你一定要先hold住自己的情绪先去思考这个小孩在自己手上是怎么走到这一步是然后一定要跟小孩子解释上瘾这个现象就是不要带着责备的角度去看他可以跟他解释一些多巴胺的机制然后或者是让他看一些了解一下自己说为什么走进这个地步然后跟他从他的生活面开始去调整像我在高中端学生上瘾的人很多我那天有贴出一个应该是一天使用十几个小时而且是每天 有在洋洋的书里洋老师书里面也有提到附带一提洋老师书里面有一点我觉得这还蛮有用你去跟他讲什么多巴胺他大概都听不下去了你直接叫他带了他的手机因为我们每一只手机都有一个可以去估计你到底使用了多久你叫着小孩子自己去看里面的数字你可以看到当天可以看到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值 然后呢你用了什么项目什么用了什么APP多少时间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我觉得你拿这个数据让小孩子自己去看看他自己都会吓到对其实他小孩子是不知不觉玩到五六七八九十个小时真的很可怕他知道以后我们才可以跟他谈说好这个是现况是我们要接受你现在的现况就是使用大量的手机 那我们开始去研究他每一天的时间安排对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这个小孩会进入一个状态是老师我知道我玩很多我也知道我不该玩很多但是我停不下来这个时候我会判定他已经知道自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至少他有这个心有这个病适感或自觉对是然后我们开始就是从一些少量的阅读跟训练开始然后分散他注意力对然后我不是压缩我不是不让他玩我是增高他阅读的时间嗯那可是这种操作 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一定要很够是如果是家长跟小孩之间关系已经很紧绷或是小孩跟老师之间已经没办法对话嗯这个就会这就是处理不了呃确实哦这杨阳老师在书里面也点到刚刚也提到另外一点就是家长的态度嗯因为很多时候手机成瘾的问题都跟家长有一定程度的关系嗯因为就杨阳老师书里面也提到嘛很多有些情况是小孩子一个逃避手机世界是他最容易逃避的一个环境 对啊对啊因为就是我把我自己封闭起来我只看到这个世界外面的世界看不到我嗯就是一个逃避那再加上大家也知道现在很多的短影音确实很吸引对很容易让你上瘾呈吟好所以呢就回到刚刚提到的家长的态度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有时候家长不妨可以跟学生把这种上瘾的问题说开啦像假设如果我玩很凶我也会跟我的学生说哎我好像也玩很凶嗯然后可以去思考说呃 我们双方如何在家里面去形成一个共识我们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可是其实多数的学生跟我反映的是他们家里其实跟爸妈之间是很难说的上话嗯因为现行的制度在那个我书里面提到的考试制度其实给学生带来无止境的压力是虽然有很多人觉得说现在的制度可以让他们探索自我可是我不断的去抽样抽问的结果其实他每一次的报告每一次的小考每个作业是都会列入所谓的学测成绩的比较对这是跟以前 最大补移以前就是最靠看联考成绩嘛你的过程怎么样我不管但是现在变成我不但要看最后成绩你这整个过程就如刚刚杨老师每个过程小考啊甚至你参加什么活动的成绩我通通都要看嗯所以现在小孩子真的是被逼到完全没有可以躲的空间虽然说这个也有也有就是不要一试定中生的一个设计在对对对初中是这个样子可是没有人去告诉小孩说多少分数是够的或是说没有家长跟他说其实你到 什么位置就好了你不需要每一个都要一百分或是会逼小孩子的家长基本上一定觉得越高越好你最好每次考试全部都满分对然后这个就暴露到一个问题是整个系统里面就是我书里面写到的就是高分群的学生最容易被忽略身心状况哦对因为觉得哎呀你是自由生你成绩很好你一定没什么问题嘛对对这个问题真的是很严重啊其实在刚之前休息时间我就跟杨老师提到 就是小孩子自杀这件事情好那其实在书里面也提到很多我要讲的是我个人的经历哦我们以前在学校当老师当导师呢尤其是到快要毕业的时候一定会问一下哎学生你这个毕业之后你打算做什么你是要继续升学呢你还是准备做大学毕业就业吗嗯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已经过了十几年但是我对那个学生连他长相我到现在都深刻在脑海里面因为我问他说你毕业之后你要做什么他居然告诉我说我要去自杀 他不是跟你开玩笑他说我已经完成我爸妈给我的任务了我可以走了因为这个小孩子因为我其实我是临时带这个班我运我没有从大一就带他而这个学生呢他其实一开始是念顶大但是呢因为忧郁症的关系一路转转转转转到我们学校已经是第四所学校了好而且已经到大市了好那当然我们当导师一定有4000他过去的这些经历 只是我们不清楚说他为什么会转那么多学校而且从最顶尖的学校一路到我们学校讲来一点就沦落到我们学校已经是科私立的科大了那一定是经历过很多事情嘛所以我才知道说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就回到像杨阳老师的书里面也提到很多小孩子只是为了去成就父母亲的虚荣感我们姑且这么说好所以呢尤其是这些最顶尖的学生他真的是想这么做吗似乎也不一定 他是他是有时候被那个大环境去逼迫有时候像就算我有遇到那种家长非常友善教养对小孩子非常好的是你知道那个小孩子在我们台湾的教育系统里啊他就是会忍不住或是不得不被人家比较 对他也会有这个问题那如果是已经是这么高压的环境了如果家长是属于那种就是从头逼到尾的那个学生在我现场我称他为坏掉的几率是高的啊所以就是会变成书我书里面列了22种不同的情境 是那这不同的情境都是我在教学现场看到我觉得蛮匪夷所思的就是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然后我希望是家长看完以后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不小心被大环境干扰导致自己成为一个自己不想成为的大人是或是说同学看到我的书可不可以在里面找到一点点自己的故事可以有个支撑 太专心了 太专心了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I like I like this I like inside I like inside I like radio 我hak radio ESE 这是第一次我理某生活通 Ivan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乐钟 在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羊羊老师指了一本书要让孩子赢过谁 虽然羊羊老师我们是补习班的英文名师 但是他这本书却是非常发人深信提到很多小孩子教育的问题 刚刚真的是跟羊老师谈太投入了 都没有注意到广告切入了 但是我们这还是要提醒 因为我们在前一段提到 真的有些小孩子真的是走上了一些绝路 但是真的提醒大家 尤其当家长的 真的是要随时注意你的小孩子 真的要珍爱生命 要活出光彩 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 你真的可以打一个专线1925 其实有很多人跟你肯谈 真的不要一时冲动 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 真的提醒大家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的现场 我们跟杨阳老师刚刚提到的 像从手机的问题衍生到家长的态度 有时候很多的小孩子 是为了满足家长的期待 但是问题是 有时候真的就是期待越深伤害越大 小孩子当然站在家长的立场 都觉得说我是为你好 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 怎么讲压力 或者说是一个很大的帽子 就扣在了小孩子身上 那有些小孩子可能也会比较好的 会想说没有错 家长是为我好 是为了我的前途 可是不是每个小孩子 尤其是在这种 还在成长阶段的小孩子 他不见得能够承受这种压力 对啊 像这种教养方式 教养模式 就是我书里面写的几个篇章 其实我在高中端收到 这样子养大的小孩有个特色 他们其实会搞不清楚 自己是什么情绪 在下课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被团团围住 然后开始问 老师我心情不好 然后你就开始问他说 你是怎么不好 然后你就会发现说 新一代的小朋友 他们其实是没有能力 去消化自己情绪 他们甚至连自己是 心情出状况的原因 都抓不出来 所以其实我觉得 家长在这一块的处理上 可以透过书本去理解 除了关心他成绩啊 其实每天要多问一下他 你今天好吗 你今天有没有遇到什么事 你今天有没有什么事 你遇到以后觉得怪怪 其实我们这一块教养是全部都不见了 就是没有去教他 没有教小孩去辨识身边的人事实地物 然后没有教他去探索自己的大脑 说说你的大脑产生这样的思维 我们身为一个正在长大的人 我们该怎么办 都是要逼成绩 是 这实在是 这边我也提供一个我个人的纪念 像我们家小孩子这样 我们刚前面提到他们准备要参加会考 所以小孩子每天都晚上很晚才回来 可是像回到家里 我第一个会问他的 一定不是他的成绩 或是他今天考试什么时候 我会问他你肚子又不饿 外面也没有下雨 然后身体有没有不舒服 我都会问他 就是说如果你累的话 你就赶快吃点东西洗个澡 早点睡觉 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话 你再继续念书 我觉得大家真的还是要先从 小孩子的身心状况去关心 而不是说 一天到晚就问他说 今天补习班老师怎么样了 学校老师说你怎么样 你考试又怎么样 小孩子今天已经这么累回到家里了 你开头披头又是这样子的事情 我想不要说小孩子 换作是大人 今天有了一天到晚一直在叮你这些事情 你也会受不了 更何况一个还在成长中的小孩子 对他们的作息 有时候我看起来都比足科的工程师还累啊 真的是超夸张的 像我们家小孩子每天早上在七点多出门 回到家都是四点 不可思议啊 而且长期过劳的状态 真的就这样所以我们小孩子回来之后所有都会先问他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今天够了 赶快洗洗睡吧 不要再再熬夜了 有时候小孩子就自己觉得我就是要继续努力 也许要快要考试了 我就在我们在当家长我们看的也是很心疼 那你能够跟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你赶快去念书 不可能嘛 那你也不能说哎呀那你就不要念了赶快去睡觉吧 小孩子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压力 所以你不要再给他压力了 这点很重要 可是回过头来 家长很多时候尤其是高学历的家长都觉得说哎呀我很优秀 我的小孩子应该也要优秀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自己不好 但是我希望你孩子以后比我好 那个就是这个学生其实有跟我谈过 只是说我们在大人 我觉得大人跟大人之间因为出了社会 有时候怕讲话得罪对方 是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在第一线跟家长讲 所以我就写在书里 其实很多学生有金钱焦虑 然后或者是有的学生看到爸爸妈妈这么优秀 他会自产行贿 他会觉得我爸妈都是台大 我也要上台大 你知道我有一次跟那个妈妈聊天的时候 妈妈跟我说 我真的从小到大没有给他这样的压力 那个妈妈是非常友善教养 可是这个小孩在外面大环境里面就遭遇到这样的比较 说哇你妈是台大或你爸是台大 对有时候家长自己不会讲 可是他周遭的人会讲 对所以其实这个我想跟透过这本书 或是学校老师 对我想透过这本书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要去阻绝这些小孩 这些不必要的比较跟压力源 你要让他有办法去思考我是谁 我要做什么 我是什么情绪 我现在有什么困难需要爸爸妈妈帮我 这个是我们大人要自己脑子要打开 帮小孩架起一个可以自由伸展的空间 其实我觉得他情绪对了 他找到人生的目标 你真的不需要这样逼他 他一定会找到他学习的方向 是我想这一本书真的 我觉得当家长的真的一定要去看 尤其是刚刚我们提到很多问题 我相信很多家长家里有小孩子 不管在国高中阶段的 甚至迷进到大学的 其实都会有类似的问题 那你是怎么样处理的方法 你自己去想想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的话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真的是教给大家很多的方法 各方面 尤其是各种状况 真的因为他老师经验很丰富 在补教界也教了快20年了 真的什么疑难杂症都看过了 不像我们在学校 因为学校是经过考试都筛选过了 学生的大概素质 各方面都比较齐一点 可是补习班不是 难听一点 龙蛇杂虫 但这是比较夸张 就是很顶尖的有 那很差的一定也有 那变成这个城市不齐 然后被对应的背后的家长的 各种社会社经地位也不一样 那相对是更复杂 所以真的杨阳老师真的是 我很怕他写这本书会被得罪很多人 我想你面的名字应该都是假名吧 假名 我也稍微调整一下 对对对 要不然我想这一抱下去 还得了 因为你很多里面的真的真实案例 都写得非常刻骨 但杨阳老师这本书最重要的是 不是给你案例而已 怎么解决 怎么处理 都会教给大家方法 所以还是回到一个问题 就是家长的期待这件事情 譬如说你要考高中了 从最基本的 上高中以后 你要分组自然组社会组 那尤其在这个书里面提到 文组几乎要消失了 对啊文组几乎要消失了 这真的是 以前我们的想法大概在男校 好像我们以前高中是念纯男校 所以文组的学生班级数少 很合理 但是现在最令我们夸张的是 现在连女校里面的文组 都只剩少数班级 对 这是很夸张的事情 你很难想象 这像北淤女啊台中女生 高雄女生这种学校里面 文组如果只 我只是说如果只剩下 一个年级里面 可能只剩下两班三班是文组 其他都是自然组 连自然 连女生的学校都这样子 这真的是一个很 对 很奇怪的事情 那当然包含了社会 包含家长的期望 对 那这些问题 家长该怎么去面对 我们休息一下 回来再跟大家做这一段的讨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103 i like 103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i like 103 好 欢迎 啊 没有 哈哈哈哈 理财更加分 好 欢迎回到理财生活通的节目 我是代班主持人朱岳中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我们的补教名师 杨阳老师他写了一本书 要让孩子赢过谁 好 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谈了很多 关于孩子教养的相关的问题 我们现在在谈到另外一个 也是很多家长的关心就是 我小孩子未来要念什么科系 现在大家很容易就是一个 说难听也就是金钱导向 收入导向 觉得说哎呀什么很夯 你就应该念什么科系 像现在半导体资讯科技很夯 所以我们刚刚说了 以前会大概就是 男校的学生念理工科的居多 女校的学生可能还是念文法上比较多一点 但是现在已经变成 连女校文法念文法上的人都少之又少 大家一窝风都往这个社会自然科学 或理工科去念 好 但我们不是说一定对或错 而是问题是 今天小孩子第一个有没有这个能力 像我刚前面提到 像我当年也是一样 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 我物理不好 但是我们也因为期待 不管是哪一种期待都觉得 哎 你就是男生嘛 尤其你念电子工程多夯多好啊 好 可是我也真的就是念到念不下去 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的 一样事情不至还在发生 而且有越来越严重的情况 对啊 就是每年到选主的时候 你就会遇到很多学生 明明就是自然科不好啊 是 可是跟你说老师我自然科不好 可是我要选自然科 我书里面就有写啊 就是 那个他全家都是理工男啊 理工人啊 是 然后他就是理工不行啊 是 然后他就觉得选了不是理工的 在家里会成为异类啊 是 或者是 然后那个学生的 后来的状况就很不好啊 是 因为他在整个考试过程 只要考到理工科 他就是不行啊 就久而久是挫折感就出来了嘛 对 啊这个大环境出现这个 这样子的气氛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家长要跟小孩子 去消化这个事情 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家长反而是 才是罪魁祸首 不得不这么讲 呃 我可以理解啦 因为我有时候会跟学生说就是 呃 大人出了社会 有时候 尝过那种学历 他知道现实面 对 知道现实面 我会让小孩子理解说 因为有时候小孩会跟我说 我明明就不爱念啊 啊 硬要逼我念 然后 我当然不能够 在小孩面前去去诋毁爸妈妈 是 我就跟他说 我可以让他理解说 爸妈是因为出了社会赚不到钱 或者是说他曾经在职场吃过牌头 对 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失控 是 然后 会做一些让你无法理解的事情 但是我这样讲不代表说 这个事情是对的 我只想让你理解 爸妈不是出于对你的恶意 做这样的事情 是 是 是 那我写这个书也希望大人 再想一想 你的小孩是不是hold得住这件事情 是 对 因为我们在第一线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 讲难听点 我是英文科 是比较中立的科目 你是理主文主 不管都要念 你一定要念 所以 可是 如果是其他科老师 处理到这种学生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工具是非常少的 是 例如我是教理化的 对 我能跟你说你不适合念理化 不适合念自然主 几乎不肯的事情 他念不起来 他念不起来可能在国中 我觉得家长可能在国中 觉得一直写题目 就会有分数 可是高中真的没有办法 尤其是新课纲的学测题目 越来越活 灵活的不得了 是 是 是 你看那个每年考完 大家就会开始讨论说 那个考题很灵活 然后甚至有人说 呃 补教士 补习业是完全无效的 那我们 从这个角度去看 如果你的小孩 他不是真的对这个科目 有热情的时候 他的存活率是不高的啊 真的是问题 尤其是真的 我们 我们在大学教书 除了刚刚我们前面提到那种 会去走上绝度的学生之外 其实这些年来 我们收了很多 从国立大学转来的学生 大家一想 能够进这种 顶尖的国立大学生 明明就很好嘛 他怎么会在国立大学 混不下去转到我们学校来呢 很多时候 就是因为他在高中 是被逼上去的 对啊 是用填压的方式 上去的好 那不是说他程度不够哦 而是他到了大学之后 他就等于解脱了 家长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嘛 嗯 你已经上了我要的学校了嘛 可是 这时候你一松开之后 这个学生就正像泄了气的皮球 对啊 他再也对学习没有兴趣 对啊 像刚刚教授讲到 老师提到那个填压这一块啊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像我们小孩子在12年国教下 被填压了12年 对不对 是 国小可能还好到国高中这六年 简直就是很疯狂 可是像今年的113年的学测 他的十一万七千人去考试 大概八万四千人英文科 拿不到八六十一点九分 就是其实我想告诉大家 这些数据 嗯 其实都在告诉你第一线的学生 他没有办法让你们这样超12年 是 他超到高三的时候 就是会有好几十趴 就是过半的学生 在某些科目上直接崩盘 可是大家对于这样的崩盘是无感的 是因为他们看到大学录取率很高 是 国立大学占40趴 是 对这个其实是 会大家会不知道说 这个学生崩盘 他可能考上不错的国立大学 可是他英文可能完全不好 嗯 这个 这个就是要告诉家长说 你在国中跟高中这一块 你一定要让他知道说 他的学习的养分是什么 你要怎么找到你的学习热忱 跟兴趣 不是一直写考卷 对 尤其你到大学 你看很多 不管你念文组 念理组 原文书 对 你那个不是你高中填那些东西 没有用 真的没有用 对那更不要说像 你一直念到研究所 杨阳老师也是念研究所 对啊 你看paper看论文 对啊对啊对啊 那个又是另外一种层次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如果真的是靠那种填鸭式 念上去 不是只有英文啊 很多科目都一样 你真的上大学你就共盘了 对啊他们讲到念英文 就是拿单字书来背啊 可是那个单字书 这是我们古时候以前 以前都是这么念的 我们当年是因为没有 没有英文文章的取得 所以我们身为一个语言学习者 我们很匮乏 只能够直接背 只能够直接背 所以可是现在不一样 打开手机 有各种英文的文章可以看 你看不懂的 会有人帮你翻译 甚至有人念给你听 为什么还在背单字 因为我们对面的费龙 是英文系毕业的 他非常有同感 相关的问题 我就不懂 所以像我自己没有 没有这样背单字 我就是 我就是一直看文章啊 我 是是是 就从文章去引导 你在林书提到 对啊 文章引导去学习单字 像我这间也在跟我们家小朋友 有说你真的背单字 你遇到一个一字多意 你就垮了 对啊 因为一字多意 你虽然他有跟你解说 这个字可以用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可是你没有文章的前后文 去连贯 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字 是该怎么去解释 你只是十倍单字的人 这个一定垮 我我其实一直到进入 补教界才真的 比较了解补习班 我以前是没有补过习的 只有国三稍微补过一次 是 然后我就发现说 这个高中补习班的一个样态 然后去接触到整个学校的课程 我才理解到说 哦原来隔了30年 我们的教学跟背诵的方式 是跟30年前是一样的 是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这很可怕耶 没有完全没有进步 对 你尤其你课刚其实改了 那你教学方法没有改 你怎么会去因应这样的事情 他现在就是会要背单字书 然后要自己读一本杂志 可是这两个东西要列入学校成绩计算 可是对标准教材可是课本 所以其实很多学生的弱势是这样的 OKOK我们又要广告 我们真的是欲罢不能 休息回来我们再继续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我是朱月忠 欢迎回到现场 好我们现场来宾是我们的鼓教名师羊羊老师 他是补习班的英文老师 最近出了一本书叫要让孩子赢过谁 好在我们过去谈了很多 说关于这个小孩子教养的各种问题 真的是欲罢不能 但是我们实际上最后一段 好我们把握时间了 好我们再请羊羊老师提到了 好我们提到说这个家长的问题 您怎么看家长怎么去面对小孩子 现在的各种问题 我想透过这本书跟家长说 就是如果你的小孩在国高中这一段 已经出现成绩上的 让你担忧的地方 其实我希望家长可以跟小孩子 就是把话谈开 那如果假设您听完我的广播 或是看完我的书 你觉得你之前可能有不小心 踩到我书中一些地雷 我真的很建议您可以跟小孩子 找一个气氛好的时间 就是促膝常谈 跟他说 我以前因为大环境 大家都是这样比较 然后我小时候可能经历过些什么 导致我在面对你的课业的时候 妈妈或爸爸下手太重 我知道这一定造成你很大的不愉快 那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然后我在里面有想到一些新的方法 或是重新了解我 我对你的态度 那我希望我们可以重新调整 你有没有希望我怎么调整 或者是让小孩子也可以看我的书 是像我们的听众在我们 在我们的粉丝页留言 也有提到兄弟姐妹的问题 像你在书里面也提到兄弟姐妹的问题 好我们剩下一点时间 兄弟姐妹真的是也是一个比较的长长的根源 其实我想跟爸妈说 你们在家里面比较小孩的时候 我在现场都收拾不完 学生来都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真的这问题很难避免 家里应该是他休息的地方 是 他在学校已经被比较过 你回到家还要比兄弟姐妹是很痛苦 那假设友善的爸妈 我知道你可能不会比较兄弟姐妹 如果你有察觉小孩子彼此在比较 你一定要阻断他 你一定要跟他讲说要跟自己比 是 人生的路上从来都是跟自己比 确实确实 这个当然说是这么说 但是很难 尤其是当家长的 通常对老大都比较偏心 因为第一个小孩子 都会觉得对老大比较好 对长子长女比较好 那老妖通常就是跟前面的小孩子 年纪差距很多了 好像以我来说 因为我跟我哥姐姐年纪差的比较多了 所以我们比较不会觉得这种问题 嗯 可是很多那种小孩子年龄都很接近的 嗯 这时候就老要不见得会得到疼 嗯 反而都是家长 尤其是那种哇 可能这个小孩子是家族里面的第一个小孩 哇可能就被捧上天 其实我在书里面就 就是这个例子 对然后我很隐晦的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在家里面比较自己的小孩 你两个小孩或三个小孩一定会折损掉一个 是 他人生的路上一定就是会带着阴影往前走 我其实每年都会遇到这样的学生 是 这真的是一个很残酷又真的是很常遇到的问题 你说这家长说 我们常说手心手背都是漏 可是现实上你真的能够做到公平吗 嗯 这其实是家长真的要去思考的地方哦 好 那当然今天我们英文补嫁名师来了 好而且我们刚讲了 马上就有一连串的考试 从明天开始就是世界中的统策 嗯 然后五月份接着就是国中会考 再来七月还有指考 是 来还是免不了要问 ok 小孩子怎么念好英文 你说如果先从国中跟高中这两个不同阶段 因为一定有不同的方法 国中的小朋友会分两块 有一块是他国小英文很好 上国中已经出现状况了 这一种 好多小孩子都现在从幼稚人开始补英文 其实 其实你就算国小英文很好的人 你到国中会有相当大比例 就是没办法衔接国中课 是 这个时候爸妈一定要记得一句话不能说 你千万不要跟他讲说 你国小英文这么好 为什么国中变这样 我给大家比较好的策略 你就跟他说 因为国中的英文考试比较不一样 他不是正常的英文 他喜欢考一些死规则 所以我们要去习惯那个规则就好了 这一种 这个动作你先做好 在国小这边做适当的衔接 我觉得是有机会 然后国中上来 英文一样很好的家长 要去注意他有没有都没有在学习 是用国小的英文去考上国中的高分 这种状况小孩子会变成是 国中会考可能很不错到高中就不及格了 所以国中这一趴学生 他只在消耗他以前的能量 对其实三年没有念英文是很夸张的事情 他没有在充电 他因为觉得他以前所学已经绰绰有余了 是 没有在想到说我那个接下来呢 对所以一定要做英文读物的训练 像我每年都会收到一些学生在国中 做了很成功的小说阅读 是 那他小说阅读读完的过程中 他其实没有大量去背单字 他只是看懂很多故事 然后他到高中的时候 他的文章阅读能力非常强 他只要专心处理那些背诵应付台湾式考题 他高中就黯然过关 那我想给家长一个概念 我们国中教育会考每年十多万考生去考 大概30%左右会拿C 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眼前的小孩 有三分之一的机会是拿C的 然后拿B到B++的会有50% 你会落在这 然后A到A++的大概20% A以上只剩20%而已 可是就算你考上前几次院台北市的高中 也有可能一半月考成绩不及格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这些数据 你的小孩有可能在某个阶段落在某个类别 你千万不要一直觉得我的小孩一定会怎样 或一定不会怎么样 我觉得是你把每个策略都搞清楚 然后你的小孩落在某个位置 我该做什么处置 我想告诉C的学生家长或是C的同学 你的路还很宽 不要因为考C就放弃 书里面有一些学长到大学 才把他人生的路摸清楚 这个绝对不是你的问题 有时候只是个分数 台语说大价格问题 对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 对我们看的学生多 我们有看到这些案例 确实确实 那如果你是高分群的同学 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 因为上考完会考你可能A++ 考上很棒的学校 我也很替你开心 可是其实上去以后 你第一件事要适应一下 你可能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动不动就 都是高手 对都是高手 对这个路 以前都经历过这种事情 这个路是辛苦 那时候家长一定要先在会考的时候 帮小朋友做减压 是 因为到高中 像我们以前也是第一志愿的学校 你会遇到有人就是可以过目不忘 我们就不是那种人 我有这样的学生啊 对啊 真的就是有这种人 你遇到这种人 你在念到死 你都比不过这些人 其实真的是跟自己比 你要可以自己调试 对跟自己调试 好所以高中英文显然就跟国中的应付方式是完完全全非常不一样 对 可是相对的 大家尤其是因为很多时候家长还是会引导 因为就像我们过去 我们真的还是靠背单字什么的 嗯 那小孩子他也会觉得说我就是需要背单字 要不然我文章看不懂 嗯 那你觉得我们是还是要先看文章 所以遇到单字不会 我们才去查吗 对我跟你讲 呃我们现在的学生有一个现象 让家长要注意 现在的台湾学生念英文是不发音的 嗯 那你在国小国中他不发音你可能考出分数来你就算了 到高中是全面崩盘 只要不发音高中一定念不起来 我有一些前三志愿的学生 他可能月考会剩二十分 他出现在我教师的时候只剩二十了 嗯 那你一问就是不发音 所以其实第一件事没有发音的人 他去读文章也是没有用的 再来就是读文章的过程 全都不是读完不会的字拿起来背 其实文一个单字要从你第一次看到他到整个背起来大概是五到七次 嗯 所以你要在一周的时间内把你下周要考试的范围来回看五到七次 哦对所以你不可以一天念 不要一天念七八个两三个小时的英文 那是念不起来的 嗯 这绝对无效 英文大概是四十到一个 我觉得一个一天念一个小时英文都有点太硬了 就是四十分钟或三十分钟 然后连续七天 是是是 然后把下周的范围分七次来回循环消化 嗯 我觉得这样才会成功 就是我们常说的少量多餐的概念 一定要 是是是 呃台湾的高中考题有个特色 美国人来写也都不会写 所以其实大家不要想太多 真的 有一个叫做Stefan 有个叫Stefan的一个建宗交换生 他白人哦 金髮碧眼白人 他现在后来考上哈佛 现在在麦肯锡工作 你知道他 非常顶尖的人 第一次考建宗的月考考全班倒数第二 这个文章在网路上还在流传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 小孩子考叉第一件事是 先协助他考叉的人生意义在哪里 诶你考叉我们来了解一下你是什么状况 哦你只是因为手机玩太多考叉 你就跟他说啊这很正常啊 因为你是你考叉 不是你这个人叉 我们在第一段教学一定要记得 不要让他把分数 跟他的价值画上等号 不然会拉不起来 OK 好时间的关系哦 真的太多太多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啊 好不过真的没有办法 但是没关系 你把这本书买回去看 好我们瑶瑶老师所写的 要让孩子赢过谁 回去之后真的对家长 对小孩真的有非常的包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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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